说到微胖女孩,想必你们的身边都会有这样一位女孩吧 在娱乐圈里也有着微胖女神的名称 不知道小伙伴们想到的会是谁呢 像蒋新,范冰冰这两位,虽然身材肉肉的 但丝毫不影响本身的颜值 反而还增添了一种妩媚的感觉 马晨晨出生于北京,是中央戏剧学院出来的科班演员 后来进入空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担任演员 因此演出了众多跟部队有关的影视剧 当时马晨晨接青春集结号的戏 因为饰演胖子马蕾蕾,马晨晨硬是把自己吃成了近200斤的大胖子 导致她很长时间瘦不下来 不仅没戏可拍,就连男友都嫌弃她 最终导致两人分手 虽然事业爱情都受到了打击 但是马晨晨没有放弃 经过一段时间减肥之后,瘦到130斤的她也接到了新戏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旋风少女中的皮球缝吗 马晨晨在剧中的角色就深受观众的热捧 如今瘦身成功的马晨晨资源更多了 连续揭开了好几部火爆IP大剧 增肥容易,瘦身难呀,成成加油 不过因此也真的能看出演员的不易 为了符合剧本角色设定 不惜牺牲身材,刻意增肥减肥 也真的是很不容易了,为她们点个赞吧 那小伙伴们喜欢她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